夏宇童與孫協志已經交往四年多 兩人相當低調 也仍一好朋友稱呼對方 19日夏宇童在IG標註孫協志 大方宣布大家老愛問的好消息來了 吸引過千人關注 也有粉絲期待是不是要求婚啦 夏宇童宣布的消息 就是和孫協志拍攝的新影片即將在今晚首播 孫協志也發出同張照片 神秘的說同學要帶大家去哪呢 凡是有趣、好吃、大推又好玩的地方 未來都希望有同鞋的足跡 難得的合照 兩人一同穿著牛仔系列的外套 戴著搞怪的表情和姿勢 部長相當可愛 讓不少粉絲直呼 只有我看到粉紅色泡泡嗎 要去找墨鏡啦 春協志日前也被問到 會不會夾跨腳步跟進 搭檔王仁甫、徐孟哲結婚生子 他承認一直都有這個想法 後面也鬆口補充 待到那個時間就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網友留言想看更多好消息 期待兩人趕快公開結婚喜訊 早點修成正果啦